受到强烈台风凯米的影响 期间强风豪雨造成了花莲农业市严重的灾损 尤其花莲北区更是首当其冲 县长徐真卫是极为关心县内救助的进度 那么为了协助受灾农友是尽早的复耕复建 保障其收益 那么县政府以及中央相关单位 在7月25号26号是连续两天的全面线刊 那么农业部已经在7月26号的晚间公告 秀林 新城 花莲市 吉安 寿丰乡等五个乡市 是农产业全面品项的办理113年 凯米台风现今救助的地区 那么受理期间从7月27号到8月5号为止 现在学位表示 受灾户农友可以在113年7月27号起到113年8月5号为止 立假日照常受理 受理之后一天如逢假日 则是缩远到上班日到公所申请 现金救助及低利贷款所需要的证明 农化处长指尊表示 这是凯米台风农业部 第一波公告灾情为最严重的花莲北区秀林 新城 花莲市吉安 出发为农产业全品项救助 只要是农作物搜索 就可以到公所申请 陈淑文经部表示 农友申请现金救助的时候 请依据农业天然灾害救助最要点规定 检记相关文件到土地所在公所办理 救助对象符合规定为 符合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 第五条规定的农民 实际从事农作生产的自然人 申报项目损失达20%以上 依该救助的项目救助而多给救助未达20%不宜救助 时间给农友们支持以及协助 也提醒农友如有发现农作物受到天然灾害影响生长异常 也请主动向当地公所通报 也可以利用农业部开发的农业天然灾害现地照相APP 记录受灾情况以方便公所确认受灾情形 另外请经常公所对天然灾害的受灾填区 运动员人力进行勘采及拍照取证的工作 以协助收灾农友能够尽速复根 复建与维护申请天然灾害的救助的权益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